139號 釣蝦場老闆拍下誇張淹水畫面 外面好雨讓水瞬間灌進來淹到腳踝 放在地上的物品通通遭殃 釣蝦池裡的水位也升高不好釣蝦 想勸導釣客離開但沒想到 釣客居然享受起泡腳釣蝦不想回家 台東二十六號晚間下起大雨 瞬間雨勢過大排水不及 整間釣蝦場瞬間變成汪洋一片 因為擔心釣客安全 想勸大家回家 但客人興致正高 不願離開 老闆順從大家意願 請喝飲料 甚至加碼蝦子數量 大放送給客人 就是泡腳 泡腳掉蝦 沒有打算要起來的意思 頭一次淹得這麼的誇張 這次是整個蝦子 都淹到腳踝了 掉蝦時也都還有釣客 有的抬起腳不受影響 繼續釣 有的直接享受起特殊泡腳 颱風天釣蝦遇到暖心老闆 讓釣客直呼 邊泡腳邊釣蝦 也是一種樂趣 記者潘正賢洪富人郭怡貞 台東報導